重找议员陈晴说他从国外返台后 选择春节的居家隔离章案7加7加7 但因为对于一人一户 还有一人一室的认知不同 以为跟同住家人处在不同独立楼层 就可以算是一人一户了 结果选错方案 却没有任何变更申请的管道 只好在防疫旅馆住好住晚14天 对此指挥中心回应 以名牌作为一户的认定 早就行之有年 相关规范上网也找得到 收人床盖着帆布家具干净整齐 为了迎接从国外返台的儿子 黄妈妈费心整理 腾出居隔空间 没想到儿子有家归不得 床单什么都弄好了 全部去送洗 告诉我他要回来的日期以后 就开始准备 但是没有想到说 164号只能一个人 其他的人都不行 母亲相当焦急 原来是儿子黄先生 2号从纽约入境后 选择了7加7加7一人一户隔离 离根市前往查访 却发现一楼还住着他父亲 以及照护者 不过黄先生认为 他要住的三楼与一楼房间 未遇完全没交集 只是使用同一个门牌号码 黄先生的同住家人 平时是经由一楼车库的 铁卷门进出 而黄先生呢 则是经由旁边的大门 来进行出入 而其实从一楼到三楼的楼梯 是完全独立 不会跟人有任何接触 其实这只要选择一人一事就能解套 只是黄先生求助1999以及1922都表示无法更改 只能在防疫旅馆住满14天 无奈之下找上议员陈勤 但指挥中心解释 这规定行之有年 会觉得很乱可能要多上网 一人一事的规定 相关民政单位在检视的时候 都会跟他说明 行之已经将近两年 虽是认知上大搞乌龙 但就怕类似案例不止一桩 民众希望政策能更有弹性 填错还有转还机会 记者正确认未成台报道